近日,合肥市晋阳犬名录征求意见找发布,其中中华田园犬与松狮犬、秋田犬等多个犬种被列其中,引发热议。 记者来到合肥最大的流浪犬救助基地,探访城市犬只管理背后的难题。 今年73岁的合肥市民魏敏,从2000年开始救助流浪犬,至今已经有20年时间了。 在合肥周边一个废弃的食料场里,魏敏总共照住着400多只流浪犬。 这些流浪犬绝大多数是中华庭园犬,许多犬只都是志愿者从路边捡回来,或者受伤后送到基地里。 因为它们都是非常可怜,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仪器,包括生病的仪器,车祸的仪器,走失,另外呢还有就恶意的仪器,伤害。 所以这些狗狗都非常可怜。 记者在流浪犬救助基地看到,几间平房和围墙组成的院子就是这些流浪犬的家。 每天一早,魏敏就要打扫卫生,清理基地,随后就要为流浪犬制作一天的食物,往往要从天亮盲到天黑。 包括我们基地这400多条流浪狗,如果流窜在社会,那就给整个政府,整个社会也带来不安定因素。 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,应该是能够遭到政府的支持和理解的。 据魏敏介绍,目前城市里流浪犬许多都是生病或者受伤后遭到仪器。 宠物主人的仪器行为导致流浪犬无家扯归,这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安全隐患。 有很多人,不是一个两个,他们都是收养了这些被遗弃的狗。 这个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,要从整个人的素质,人的养狗的文明去解决。 魏敏表示,对于贺卫市出台的《禁阳犬名录》征求意见稿, 他希望能从更多层面去救助流浪宠物,像城里动物收容所等, 同时多倾听市民对权势管理的意见。 因为你限养以后,这个流浪狗肯定是越来越少,就不是很多了。 但是现存的这些流浪狗,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善后,不至于很悲惨,这就是我的想法。 据何卫市中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该明录目前是征求意见稿,没有最后确定, 禁养范围会充分考虑社会意见,同时设置多数期, 在逐步推进禁阳犬种的退出事宜。